字幕提供 哈囉哈囉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樣提升熟練度 那什麼熟練度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新手開啟的基建部分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我現在的基建按讚數 我現在當月總點數是1580 然後再來是我新增了427個 那怎麼刷呢 我教大家 首先你可以把你不要的東西把它燒掉 變成奈米 這個奈米呢 你就可以做這個什麼 油桶啊 燈柱啊 或者是 載具補給器啊 椅子或是留言板 那一天呢 可以有19個站 所以我通常呢 都是用 這個 因為它最便宜嘛 600個奈米加上40個那個建築材料 那 通常 或者是說後面 出現草坪的時候 然後 沿路蓋 有沒有 它如果可以蓋的話就沿路蓋 然後一次點讚 一次可以 但這個就會比較貴一點點 它現在是600個奈米跟120的這個 排料喔 那我先教大家就是 先用個性的這個好了 對阿 一次600跟40啊 那一開始 一開始的新手啊 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講到 草皮 你看草皮這個 它今天有20個站嘛對不對 綠化帶管理自己可以看到 目前有很多人做 但是如果點讚全部的話就會全部人都點讚 那基本上呢 我會直接跳過 那我們直接從 從後面開始好了 好 那我們先用這個大笑 一路給它蓋下去 一個 兩個 哇 不夠了 夠了 尷尬 尷尬 總之呢 就是因為一天只有19個站嘛 就把它點滿 點19個站 那如果你朋友夠多的話 就叫它來幫你點 點19個站 或者是你開小號點 一天最高就是19個站 然後人 乘以人數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 累積這個 533 會是多少經驗值喔 來看一下喔 40萬 45萬 的戰鬥跟採集數 還蠻可觀的 如果 新手如果需要這個 這個 收斂度的話 是可以這樣刷的 OK 那 我等一下再去教大家怎麼賺錢 好 再來呢 我們 每週四 每週日呢 都有這個感染體喔 打完之後呢 會有送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也是另外一個賺錢的方法 目前的陰王呢 沒有打完 所以送的東西 只有這兩樣 目前打開呢 有七個 這個布喔 還有 這堆東西 所以 那 可以去交易城看一下 目前的行情 我個人是比較懶 這個可以留著 或者是把它燒掉 燒掉變成三階的奈米 看一下啊 三階奈米長怎樣 這樣 奈米速成3 用那個燒呢 可以換很多啊 OK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東西燒掉會換多少 我現在這邊呢 是 目前已經轉換了奈米 就是 賣不掉的東西 或者是我覺得 我想 換成奈米 就用這個燒了 我們看一下喔 剛才提到的 這個布喔 這裡可以調整 不可轉換 改成可轉換 看一下這個布 這些奈米的素材 是可以鑽研你的武器 那這些武器呢 是可以提升土譜的 然後同時也可以提升傷害 等一下 目前如果提升 繼續提升我的雷脫的話 是這樣子 那他這個呢 每日高級材料 可以替換10個 好 基礎材料是這個 5個就要2000塊了 他到29呢 還有多少 一半對不對 拿到29的時候 還要再鑽研到三星 OK 那目前這個呢 是有點進階啦 但是 未來再拼輸出的時候 還是要鑽研武器 那我目前有2000多個的三級奈米 那這個三級奈米 是可以 進階我的這個四季喔 三級攻擊四季 那你看一下 二級攻擊四季 他需要 有沒有 四個 一級攻擊四季 OK 可以看到 三級的跳出來了 三級的是 四個 二級攻擊四季 加上一個高分子圖層 OK 我現在有兩個三級的 好 我們看一下喔 三級四季 上下看到有人賣一萬塊 有人賣一萬七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日記 我們改三級的 看一下最便宜的一萬塊 對不對 然後有一萬五的 一萬七的 那基本上 這一萬塊錢我會把它吃下來 為什麼 然後 我們接下來賣的話 就差不多 在這個 一萬五到一萬九時間喔 不要賣太便宜 因為 這東西很貴 為什麼它可以洗啊 它可以洗 你知道嗎 好 我看喔 金石也是一樣喔 兩級的 沒有 它是 都是維持在兩萬九左右 那我們在新手教程裡面呢 有看過 這個槍呢 是可以做 進階的 它的進階呢 有分特殊進階 跟普通進階 我們可以選擇一下 MV圓圖進階 的romv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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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探 可以選擇三階的 金石可以選擇三階的 然後塗抹選擇那個 傷害塗抹 原件是這個 看需求啦 因為就是看他這個 看他這個有哪些喔 當你進階的時候他會隨機跳出四種不同屬性 然後一絲類推來洗這個 柱子 看你的需求了因為這個東西 跟錢有關 金條有關因為這很貴啊 但是大部分大佬都是用這個在洗 這個槍的 所以 這四個東西呢是可以拿來賣錢 也不要賣太便宜 大佬是不會省錢因為他就是要洗槍 所以賣便宜呢只是賠錢而已啊 OK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賺錢的方式 OK我們直接叫出我們的無人飛機喔 新手的話會建議你直接買無人飛機 好這邊直接設定 欄目 資材隨意 然後開始 然後他就會他就會自己去採集了 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做什麼事喔 覺得 我們直接找個地方喔 讓他就是 不會扣血就好了 OK 然後 我覺得他還是會扣血 我找地方坐一下 他應該是會有個地方可以直接 坐在裡面 然後 不會死掉的 因為他今天很熱啊 不像平常之前 天氣比較好啊 不會扣血 OK那就其實 我大部分都是掛機掛的他自己會採集 然後等到我 開上來的時候已經滿了 包括一些什麼看一下 木頭 還有水銀 染目剛才設定的 因為我今天採集都差不多快滿了 所以 你要等一下 那如果 沒有這個 飛機的話呢 你就 做一把斧頭 然後 去採礦 然後砍樹 就有機會獲得 藍木跟這個水銀 因為這兩款是沒辦法 就那個採集券換的 所以他在上架的 那個金額呢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再來就是 每一張地圖呢 左邊 都可以打開這個 地標 所謂的探索進度 那地標呢會有那個 配件還有 配方產業 那寶箱的部分呢會有一些素材 一開始的新手呢 需要準備兩萬塊金條去買這個 這個潛水背包 打開之後呢會有這個配方產業四個 然後一些素材 這個地圖解完之後呢 他可以有些寶箱 像這些 產業 半生品還有小樹枝 然後 這個地標呢是地圖可以整個展開的 那目前呢我現在 左邊的新手的地圖幾乎全展開了 除了 9級的地圖 還有 8級 還有12級的 這個之後我會再做展開 我們這個 金空麥田呢剩這個寶箱就可以100%了 OK我們看一下 89% 因為有這個區域調查現在 還沒辦法開放是不是 之前有啦 之前有 所以 沒關係 我們這個進度89%就先這樣子吧 新手任務 其中有一項是可以解這個採集隊員的 那如果 你有採集券的話呢可以找他換 他可以換貴重品跟稀有資源 這邊點點點就可以選擇你要 的東西他會寄到你家去 就不用自己乾資源 然後 如果採集券不夠的話呢可以找這個肯 提供一些食物給他 比方說這個 這個是加300 這個是300 是300 然後提交之後他就會給你 財集券 就可以去換一樣的東西 那他會在 很多地圖上面都會出現這個 斧頭圓圓大大這個 這個圖示的 這首要升裝 我們從一集開始看 前面 前面其實還蠻簡單的 照著任務做吧 他能做到第五 武裝的時候基本上就看右邊這個 需求物資這塊 前面都蠻容易的 那當你等級夠的時候 可以去 開始準備 需求物資的部分 像武裝 還是一樣簡單 木板石頭石磚這樣子的 接下來慢慢就會有花鋼鹽 硬鋁合金這個要囤起來因為你 六裝的時候要升的時候就會需要這些東西 再氣裝 八裝 八裝就會需要鋼跟玻璃這些東西 要事先準備了 就 就如同我剛剛講就是 你不要東西把它賣掉 那個金條去買這些東西都很省事 快速升裝員就是要靠時間 來拚喔 然後 應該說 快速升裝員就是用金錢 金條 去換時間 所以 皮革鋼管 烏棒這些都可以換 那這個烏棒呢是 用那個榮譽去換的 鋼管跟皮革是用買的會比較快 然後你要用坐雷可以啦 11 目前我覺得最貴的是14裝喔 就是13到14裝 14裝的時候會有這個 這些東西加起來快20萬吧 20萬金條 那 矛盾金頭如果 如果你不是家具工 就是要買 然後法蘭龍跟拱旗 可以買 可以自己做 大概是這樣 快速升裝到14裝之後 後面就很容易了 就是 乾素材乾物資 然後 做資源做任務 好再來呢 我們的這個資源產地 這裡 可以看到 目前我現在解鎖了7集 然後 有一些地圖的 資源呢是沒辦法用採集券換的 比方說 水銀 藍木 有沒有 家具工 法蘭龍 這些東西 是 沒辦法換 那我們可以 直接做過去 只要用自己採集的呢 或是用無人機 也可以 好再來呢 是我們的生存手冊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會有很多提示 比方說 要你要做什麼料理啊 做櫃子啊 才會給你一些獎勵 這個在剛升裝的時候會需要 非常好用 當你到第六 第六章的時候他會送 這些 然後 進化裝備金券 他可以抽 抽無人機券 然後還有抽一些東西 這個在新手 會非常好用 包括這些東西 好再來呢我們現在呢要去 101呢去刷好友度 那我會建議買這個半成品 高溫合金半成品 啊 一組的話是 18,500 塊 我來試試看一組 來買一下 看一下 打掃一下 目前算 低價 好 先給他買一下啊 等一下 我們先 我順便拿一下東西 哇 不知不覺你花了快七萬塊 OK 送禮 好感度 點頭之交 你看一個就多 一個加多少 3600 那10個是滿 看看 10個 10萬以上是自情自意喔 那來個20 20個 差不多 差不多28個喔 送一下 還送我東西喔 送什麼 技能點數看到沒有技能點數 剛開始沒有技能點數 就啊這個就對了 好不好 然後 等一下啊還有什麼 老大是 是他嗎 我忘記是他 要去看一下這個攻略 他有一些人有 技能點數 像比方說這個 D1 D1也是 這個 給他一個 28組 28個 等一下他送組 他也是技能點數喔 那我看一下我現在多少 現在 現在有 我要回家拿是不是 好沒關係 等一下再去拿 這就是這樣就是 因為初期的技能點數非常少 除了打本 解日程之外 會送之外 就是 你要 太陽買了 熱金大佬幾乎都是用 用這個去買的 我不需要買 我就想說簡單的 玩遊戲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這些 友好度 重點 OK 大概是 親手的一些 教程喔 以上跟大家分享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有 更多 怎麼樣 鑽金 鑽金條 如果 升 庄圓 提升熟練度 相關的 這個 Peple 歡迎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會 拍更多影片 感謝各位收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